而科技运用刚刚提到了 也不只是只有在医学方面了 在农业上面又可以怎么用呢 台湾的农业人口高龄化 劳动力也越来越缺乏 为了提升农民工作的效率跟能量 高市府跟中山大学合作 事办了农业省工辅具挺立 农民只要穿上这个辅具之后 就可以支撑双手臂上举的动作 好像在手臂绑上的扶球 可以变得更省力 也减缓了疲劳跟职业伤害 以往摘苦瓜农民们总要头抬高 双手也聚高 长时间重复同一个姿势 久了就这里酸那里痛 不过现在你可以背上这个 胸部腰部扣环扣紧 背上这个背包 调整角度固定手臂 再来采收苦瓜确实省力不少 这个穿上如同机器赚紧的玩意儿 是高市府和中山大学合作 事办的农业省工辅具 主要功能是协助农工 重复手臂抬举动动作 前我们台湾的农民的平均年龄 大概六十七岁左右 那所以农业目前会有缺工的问题 那辅具的寻找跟开发 那是就有助于解决劳动力需求 而他的原理就有点像 在双手臂绑上扶球 面对农业缺工及人口老化问题 这项农业省工辅具 未来有望量产投入市场 减缓农友们的职业伤害 华视新闻孝星丘显雄高雄报道